哈囉,我是Junny 我是Corey 我們是美妝保姆 今天這集呢,是我最近很喜歡的化妝方式 對我來說應該算是全妝跟淡妝之間吧 沒錯,因為很多人淡妝就是薄薄潤色 然後更擦一層薄薄孔,他就覺得那是個淡妝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教大家更精緻的方法 例如一定要眼影嗎? 很多人都是眼影、眼線、睫毛三個 就是覺得一定要畫好畫滿 其實呢,可以三則一或三則二 只要漂亮就好了,不一定要那個SOP 嗯,我們今天就是要打破化妝固定的SOP 一樣可以精緻好看 那我們就先從素顏開始囉,GOGO! 首先第一個呢,一定要講防曬 防曬很重要 因為我有認識十幾年的朋友 十幾年前呢,他們都很不會擦防曬 那都很老了 你說對了 老得快,而且那個班都是沒在客氣的 防曬真的很重要 真的是親眼見證耶 出門一定要穿防曬,陰天也要 因為陰天紫外線一樣很強大 不只是曬黑跟曬傷 重點是曬老 我們之前介紹過很多防曬乳 然後也介紹過很多妝前乳 這一次呢,又是一個不一樣的選擇喔 它防曬最重要的就是防曬力要強 這樣出門啊,我們夏天要怎麼拍攝啊 戶外跑啊 才不會曬老、曬黑 然後我們今天呢,要用以前就用過的 理膚寶嘴防曬力第一名的閨蜜霜 它除了手要防曬力很強之外呢 它也不會跟後續理妝打架 服貼很重要 非常重要 這款規定是粉紅色光澤感 質地比較保濕一些 但如果你不喜歡粉色 還有另外一款太公科技防曬 它是比較針對混合肌啦,有性肌 太公科技防曬呢 它質地是白色用起來 是霧面的,質地更清爽 控油 兩款都是沒有相近 像我是混合肌偏乾 有的時候會紅紅癢癢一塊一塊的 這時候我覺得又超級是用理膚寶水的防曬 很安心 我自己試了這個 我也試在模特兒身上 我覺得你的皮膚特別有需求的話 你看到理膚寶水這四個字 你就會特別的安心 皮膚科技術認真的好物 這兩隻推薦給皮膚過敏 像去你的這種膚質 然後也推薦給你 對於產品成分非常敏感 要特別小心的那種人 那防曬素質呢 我相信大家在網路上就已經看過了 紫外線分圓UVA跟UVB UVB會讓你晒傷 UVB會讓你晒黑 然後最可怕是長坡UVA會讓你晒老 Oh my god 所以我們挑防曬呢 一定要挑的是那種防護長坡UVA的 那SPF呢 是針對UVB的延緩晒紅晒傷 嗯 PA和PPD呢 是針對UVA延後晒黑的時間喔 PA最多四格加 代表延後晒黑至少16倍以上 來考考你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本來一分鐘就會晒黑 你殺了之後就可以16分鐘之後才晒黑 沒錯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常用的標示規格 歐洲是使用PPD 但是呢不是所有的PA四格加防曬力都相同喔 那閨蜜霜的PPD呢是高達21.2 代表我們延長晒黑的時間是21.2倍 是不是很頂很高 好那我現在是素顏嘛 我們就直接從第一層很重要 就是你擦完保養品之後的防曬開始 那擦的手法非常重要 因為理副包水他們日本的研究室有研究過了 正確的手法我的那個防曬力才可以達到最高 閨蜜霜的質地啊是粉玫瑰色 嗯 就是非常適合當妝前乳的顏色 讓臉的氣色啊比較粉嫩 整體膚色呢快速均勻 有亮度有潤色但不是遮瑕喔是沒有妝感的 那我自己的習慣呢我是直接用手抹啦 我先擦半臉給你們看 然後他這一個的手法 他有一個大重點呢就是要輕輕抹 不要搓一般我們可能豪邁的抹防曬 你可能是這樣 像抹保養品這樣 可是這個這一罐閨蜜霜很重要 你要點拍點拍的感覺 點拍點拍之後用手壓 壓對 最後輕輕壓都是輕輕的唷 不是怎樣 全臉的服貼度非常重要 你正確的塗抹可以讓那個防曬力有效發揮 這樣完整的覆蓋才可以避免紫外線的傷害喔 我也喜歡他這種有沒有光澤 像剛才Corey說的他沒有任何的遮瑕力 微微提亮 輕輕透透的幫你看起來整個人亮了一階 如果你今天也沒有化妝 你就趕著要出門了可是你又需要上防曬 這個好像會讓你臉色更好看對吧 對 以我的膚質來說我是喜歡閨蜜霜 Rever比較適合這個 Corey防曬因為它是出油的肌膚 我是混合片乾 但是呢因為今天要示範 所以我兩邊都是給大家看 剛好最近都有人私訊我說 有沒有推薦的油肌的防曬 這個也一樣喔 你要點拍點拍的感覺喔 不過還是要特別說一下 因為Corey他平常幫模特兒上妝 還是會習慣用海綿 因為你工作效率這樣更好嘛 對 但是你自己在家好好幫自己上的時候 你就是用手原地輕拍就好了 來兩邊給大家對比一下 這邊是閨蜜霜 然後這邊是太空防曬 太空防曬的粉嫩感 是不是比較減少一點點 你看它亮起來了 真的它一擦它剛才是素顏 然後它擦那個太空科技防曬 它也是有這種雲亮感 可是你看粉色的閨蜜霜又再更明顯吧 然後像那個最後啊 用手按壓這件事情 我有時候幫模特上妝的時候 我會拿海綿這樣輕輕的按 改成用海綿 因為你畢竟你知道工作嘛 然後不要拉扯或亂磨喔 這樣是無效防曬 最後等於白塗了 那以我的膚質來說 我更喜歡的是閨蜜霜 它喜歡太空科技 而且它裡面有加 離婦保水的溫泉水和紋紗片遺色 是更保濕的 又很適合我這個兩頰偏乾的人 如果膚況比較容易出油呢 你就很適合這個太空科技防曬 然後它有點輕體亮的感覺 用起來很控油又很舒服 整體呢用起來就是很服貼 重點是不會和後面的底妝大架 夏天呢你想要不曬黑不曬上 你就可以試試看離婦保水這一款囉 接下來的減髮底妝呢 我們剛才已經上完潤色防曬了吧 然後呢 不上粉底液 直接做重點遮瑕就好啦 真的超級簡耶 有人會擔心說 這樣底妝夠完整嗎 那你就是想要畫全底妝的人 就不要的看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不適合you 有很多別支影片會很適合you 因為夏天我更追求是舒服跟持久啦 或是你本來就不需要臉上太多東西 對 所以反而夏天出油出汗的人 你必須底妝更輕更透 遮瑕會上在眼下 T字 法令文 嘴角 下巴 那請問老師量怎麼抓好呢 它推開之後可以大概到一個面中就可以 所以這一塊都不要碰到 對啊不用啊 因為剛剛已經讓你潤色起來了 你看這樣上完之後是不是很像全地妝了 所以老師要再上一次嗎 對 我就會再斟酌的做個一兩次 因為它是用這種超能吸收的海綿 對 其實它全部被吸掉了 如果你本身是很習慣用刷子 那就不用再一次 那就是包包一次就好了 我想把那個落差加大啦 讓這邊中間是很亮的 然後外面是有一點陰影感的 正常的膚色 懂 再來上蜜粉了 用我這個最愛的唱片刷 各位它真的刷子是唱片刷 比較唱片刷 非常適合臉很大的人 很快速這樣全聯的上完 可是你們有看到我上的重點嗎 我一定要從中區先下的往外推 所以中區一定會是最白跟最亮的 老師可是你不是最喜歡蜜粉膚上嗎 阿對阿我們今天趕時間阿 我們今天不是減髮彩妝 減髮彩妝 連工具都也減髮了呢 這樣底妝又完成囉 減髮底妝 是不是完整度也是有 當然你沒有像粉底一樣 那麼完美無瑕的感覺 但是呢日常夠了 而且這樣出去很舒服阿 喔超級清爽 剛剛的防曬已經有清爽感 然後你又加了蜜粉 更清爽 像沒東西一樣 對 你用你的手指摸 完全沒有黏黏的 再來畫眉毛 眉毛正常畫 眉毛上去看那個面相 就是說這個眉尾阿 最後面這個尾巴地方 跟你的耳朵 越可以靠近 越齊平 命越好 所以很多人可以用畫的 再來呢我不畫眼影 可是我畫臥蠶 可以捨掉眼影 沒錯 我最近也超級喜歡這樣畫 我只畫臥蠶 我們愛用的這一款 肉條皮它沒有什麼存在感 我都會這樣畫了之後 然後用手稍微抹一下 看起來是天然臥蠶 來 好了 睫毛膏 這個時候睫毛膏 就可以上張一點點 強烈一點點 如果你選擇 眼影眼濃 然後眼線眼濃 睫毛眼濃 的時候 不會不好看 只是你整個人會變得很完整 又不像剪髮彩妝了 對 就是另外一個風格了 那還需要眼線嗎 不用 你看這樣眼睛就已經腫腫了 我們今天走一個小氛圍感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很強烈的眼睛 再來腮紅 剪髮彩妝呢 因為你已經想要整個妝看起來更淡了 所以膏的位置可以就只上在這一塊就好 你會發現只上在這一塊 正面很明顯就看到 你只要上一點點就夠了 不用上這樣 不用上它整坨 整坨 眼下這裡 靠近眼尾這邊 然後我們拉到瞳孔正中間這一塊 範圍大概在 顴骨的一半就好 這麼小喔 對 要這樣子拉進去喔 這跟只有眼尾腮紅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拉到眼下中間之後 你的臥蠻看起來更明顯了 變一個陰影的感覺 YES 這樣它會看起來比較適中又可愛 好 老師那如果這時候 我還是很想要打亮 我就是喜歡臉亮晶晶的感覺 我們還是可以打亮在一些 比較想要的位置 顏色呢 就是挑你平常的就好了 現在這次的打亮 就不用打到太過分 手指頭 兩下 對 有了 這樣就好了 抹過去 然後還有眼頭這邊 有了 這樣就好了 追求一個 追求一個 我覺得這種時候 這樣子的妝感跟風光感 很適合那種白色細一點的吧 所以你不要找金色的打亮 白色我覺得好像更適合一點 這時候呢 因為你出門只有帶一顆腮紅 然後呢 你不可能帶很多隻唇膏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什麼 嘴周打底對不對 這時候拿腮紅把周圍暈開就好了 它的嘴周圍是指 唇是這個粉嫩色這裡 跟膚色的交接點這裡 對啦 就是這裡啦 這樣子 你這一顆腮紅就可以多用這樣子 還有下面 不用整個嘴 好像是你平常在做那個打底的時候 那幾個位置就對了 嗯 好 穿就好啦 這時候就來上唇膏啦 簡單這種潤色就好 跟你說外出就是戴這個就好了 不要戴那種霧面的 還要做暈染的 太麻煩了 點點點 剛剛防曬一樣 這樣給它點點點點點 好 抿一下 OK啦 完成 簡化才能說可以用那種 莓果紫色的光澤系的這種唇彩 因為它就是很像你自己天生嘴巴 然後再紅潤一點 有精神的那種 完妝 完妝 這個就是我最近很喜歡這種 沒有什麼眼妝 沒有什麼底妝的妝 就你有要拍照或幹嘛的時候 但看起來還是很完整 這就是個剪髮底妝 我覺得是有精神 對 對 所以不一定是要很滿的眼妝 其實這我們以前也分享過 可是我最近更喜歡了 我們再畫了一個不同的方式 給你們參考 因為現在流行的就是這樣 清淡淡 尖尖少少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 理副保水我的是閨蜜霜 我的是太空科技防曬 對 然後這個的話 我們都試過了 跟底妝是沒有打架 完全不會打架 就是我們各自都使用 然後不管是分泌液還是遮瑕 都是很補貼的 這個夏天你想要不曬黑不曬傷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理副保水的防曬啊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記得還喜歡 還有訂閱我們 歡迎收看這開片 這邊就是我們的IG 跟你的虛偽 記得趕快點鐘 那我們就過一天下次見 掰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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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你捉你捉你的脸 像我卖妆穿搭在这里